光明會和Sitanism是掛鉤的 即是撒旦教和光明會 光明會或者說回一些 1776年的時間 5月1日就有一個叫做Adam Wessup的人 成立了出來的 就是這群歐洲人 其實就是在想一件事 就是我怎樣去用一些資源 去統治這個世界 那時候十八世紀也是這樣想的 我究竟用什麼方法去控制呢? 音樂是每一個人都會接觸的 每一個人都會喜歡的 但是有一些國家或者某些歌手 你會覺得在一些短時間之內 可能直直無名 或者有些名氣 但是不是那麼出名的 一段很短的時間就會爆發 那也是背後一班的 我們叫精英 是控制一班人 就用了媒體 譬如電影、音樂、書籍、文本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世人接觸到的東西 這些媒體 令我們更加被人的 我們叫做Mind Control 就是洗腦 我好像知道MJ 就是Michael Jackson 都是很多 無論她的MV 她的死 或者她的醜聞 是不是都有很多陰謀論 除了是歌詞 或者是她MV之外 我們都有一些相片 可以給大家看 例如是單眼 其實可能不清楚 光明會的人覺得 單眼是很簡單的事 每個人都做的 但是在光明會的看法裏 遮了一隻眼 遮了右眼 左眼開的話 其實正正是一個 什麼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光明會的標誌 遮了這個 遮了右眼 沒錯 但是她遮了一隻眼 單眼 但是這個三角形 又是什麼意思 三角形 其實在光明會 或者神秘組織裏 如果有些人是 去讀能量的話 就是一個很高能量體 三角形裏面的一隻眼 就是我們叫做賀魯斯之眼 有些人叫做全視之眼 一個正正代表光明會的標誌 亦都是他們在演唱會也好 在他們的MV也好 都是時常發生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 還有別的證據 會有的 當然 譬如你會看到 一個就是山羊 山羊就是他們 他們供奉或者叫Worship 他們叫聖物 你要看到 你意思是光明會共同 光明會 沒錯 光明會的成員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很相似 是很相似 但是你看到 它的額頭有一顆五芒星 即是我們叫星 五芒星 有些是正的 有些是倒轉的 倒轉是反的 但不要緊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就是 右手指天 左手指地 甚麼意思呢 其實大家知道 天地人 人是說我們 他們是想去 直接去 取締了人類 去做一些事 你會看到 為甚麼 我們的重點就是 剛才紫誠也說 那還有些甚麼 可以令到他們覺得 他是一些 光明會歌手 正正在他的 concept 正正在做這個手勢 右手向天 左手向地 這個是他的舞 會不會是 那麼巧合 是的 我覺得 就不會 真的那麼巧合 但這個動作 隨時有機會 是 嘉燕姐也有時候會 你不是說 嘉燕姐 這是不是 這些很容易 會有機會 發生的動作 我覺得 但這個 他的舞步 不是在一次過 或者在一秒鐘 他在很多演唱會 整天重複 整天重複 即是不只是在這裏 對 還有為甚麼不是這首 對 永遠都是這首 對 永遠都是右手向天 左手向地 一定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也知道 做三個人的手勢 是一個很高能量的標誌 所以在光明會的看法 他們是很想 這些歌手做這些標記 可能有些人會問 做這些標記有甚麼作用 這就是去營造一些 所謂的黑力量 或者黑魔法的情況 嗯